一只可怕的骷髅巨鹰从天而降 接着用力找将两人死死抓住 紧接着朝诡异红色天空方向飞去 当他们再次穿出红色迷雾之后 发现已经来到那所传说中的善恶魔法学院 看到自己做梦都想来的善学院 小美怎么也想不到巨鹰会把阿加莎丢进善学院 而自己则被带向那所拢罩在黑暗中的热学院 接着被丢进恶臭无比的臭水托里 当小美艰难地爬上岸之后 发现这里远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可怕 到处都是长相凶狠的怪物 反观阿加莎那边则是在一片鲜花地里醒过来 眼前都是打扮精致的公主 还有一群温柔的仙子植物 小美怒气冲冲地找到老师 说自己被分错了学校 但恶学院的校长来所夫人表示根本不可能 让其老老实实地待着 就这样 小美被换上了丑陋的满身黑色长袍 而阿加莎则换上了仙气飘飘的裙子 紧接着光头校长就出现在开学典礼上 简单说了两句之后 他们就正式开始了新生生活 看着不远处的恶学院 很是担心好友小美安全的阿加莎偷偷前上了眼笔 准备走到对面去救出小美 然而没走几步 她就被墙上的丘比特雕像吓到了 就在阿加莎不停安慰自己往前走时 身后的丘比特雕像却在这时张开了眼睛 听到动静的阿加莎缓缓转过头往身后看去 antis员 太疚啊 happy 良ir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